歡迎收看美國針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任敬陽 在今年德州奧斯丁市舉辦的西南電影節上 播放一部紀錄片 講述美國最後一名登陸月球的宇航員 尤金·塞爾蘭 下面是我們的記者佛萊夫斯 在德州的報導 在1972年 尤金·塞爾蘭作為隊長 和另外兩名宇航員一起乘坐了 阿波羅17號宇宙飛船 開始了最後一次的登陸之旅 在當年的12月14日 塞爾蘭在月球表面的塵埃上 寫下了自己女兒的名字宿舍 之後設置好遙控相機 就進入登月艙 離開月球 塞爾蘭當時認為 未來仍會有人再去前往月球 但是他說 美國的空間項目期後 就走入了初五的項目 塞爾蘭對現狀感到非常遺憾 塞爾蘭來到奧斯丁 幫助宣傳這部關於自己的電影 那個電影的名字 恰如其份被命為為 月球上的最後一人 這部電影回顧了上世紀 60至70年代 美國經常性地 將雨項員送入太空的光景 電影將檔案資料裏面 年輕的塞爾蘭的影像 和如今年度的他 造訪當年飛船的鏡頭 展出在一起 有成功 亦都有相同 塞爾蘭回憶說 家人為了支持他的事業 付出了很多 影片的導演 馬克·克雷格說 由塞爾蘭那裏得到 坦率誠實的意見 並不困難 很明顯 塞爾蘭至今 仍然對月球非常著迷 塞爾蘭知道他的太空生涯 早已結束了 但是他希望有後來人 能夠繼續他 和他同伴所開創的事業 和他給予自己和所有同學的機會 要成為一名宇宙探索者 需要什麼特質呢? 如果你相信 你所做的 在生活中是正確的事 而你願意接受一個挑戰 而取出危險 去完成 你所謂的正確的事 記者 佛萊夫斯 是德克薩斯法來的報道 科學家早已發現 存在通過抗癌呼吸的微生物 但是到最近才接受這個事實 他們還發現 以抗癌為糧食的生物 下面是我們的記者李艾琳 在洛杉磯的報道 肯尼斯尼爾森有很多鹹頭 譬如是微生物 和生物化學專家 但這個鹹頭 不是他最為驕傲的 25年前 尼爾森是一個湖泊 博學發現了這種細菌 和其他生物一樣 希雅士菌呼吸氧氣 但就好像片段中顯示 它還能夠呼吸 這一片氧化碼 金屬在幾個小時之內 就會慢慢地消失 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 通過電子轉移產生能量 從我們吃的食物當中 吸取電子而生長 這個過程通常發生在細胞內 例如是右邊的相片所顯示 但對於希雅士菌 和其他呼吸礦物的生物 電子轉移通過納米線的幫助 發生在細胞之外 好像是左邊那幅圖所顯示 這是我的生日最興奮的時刻 當你發現 你可能沒有其他人有 而幾乎沒有人會相信 尼爾森說 他們最終將這類微生物寫入教科書 在這個基礎上 尼爾森實驗室的一名研究者 就有了另外一個發現 細菌以海洋沉積物中的岩礦為食物 作為能量來源 將電子從細胞膜外 轉移到細胞當中 尼爾森說 他之前的一名學生正在製造 又可以安裝在探測器伸展臂上的儀器 這個儀器 在2020年進行火星探測任務的時候 是科學家的特別之眼 記者 李艾林 在洛杉磯的報導 多謝收睇美國今製作的美國專訊 我是吳京陽 下次一節目時間再見 明天視視頻 連登